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星期一整體走勢 最後收市的時間是平收 輕微上升了6點 主要是因為市場 看上星期美國新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 是非常強勁 擔心美國會有進一步 加快加息的步伐的機會 所以令到一些時候 敏感類股份偏弱 加上中資的科技類股份 在阿里巴巴突然公佈 發行一些ADS股份 令到整個市場 對科技類股份的走勢 看得比較偏弱 大動了整個市場回落 早段的時間 曾經跌到最低位 觸及十天線 去到24,365點 但是 在低位看到 中資科技類股份的跌幅收窄 加上整類股份 電信股和 路人股的走勢偏好下 帶動整個市場回升 最後在經價時段 更加有跌轉升 看回64隻行指成分股 有34隻股份 仍然錄到升幅 重視有3隻沒有升跌 還有27隻下跌 計算升跌股份的比率 都差不多 不過都看到 在錄得升幅 超過1%的股份 帶到17隻下 仍然都沒有辦法 抵消下跌股份的壓力 似乎都在反映著 一眾中資科技類股份的走勢 真的比較偏弱 看看行指在最後的時間 就叫做平收 國指來說 亦都要平收 加上行政科技指數來說 反而下跌下 似乎都在反映著 投資者對於科技類股份的前景 不是看得特別好 亦都加上成交 不是特別多 只剩下1,223億的水平 當中來說 南籍股的佔比 都比較多 去到45.7% 顯示著 整個市在反彈上來的時間 成交雖然都是比較低 但是始終 投資者的關注 都是在一些 中資科技類股份裏面 或者可能都是暗示著 短期那個市 在中資科技類股份 沒有辦法進一步上升下 行指難以向上 尤其是如果看回 現在來講 行指去到一百天線 第二天 企穩了 但是沒有辦法進一步 有更大的上升空間 很可能都會令到 短期內 二十天線 進一步向上 可能只是 觸及一百天線 就會回落 不過有一件事 我相信 在短期內 投資者是值得關注的 就是行指的二十天線 已經是 企穩在十天線上 這個黃金交叉來講 對於整體港股的後市 是有一個正面的支持 只要現在來講 在行指不跌回到一百天線 甚至可能有機會 逐步拉動回二十天線 升回到一百天線 完成第二個黃金交叉 到時整體港股走勢 會更加好 以現在去看回 相信在去年的十月二十日 低位見過的22,665點水平之後 完成的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仍然有效 也會有機會 在短期內 對後市來講 帶來一定的支持 投資者都可以繼續 在短期內 看好整個港股走勢 當中來說 暫時可能要避開 一些中資科技類股份 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投資策略